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田字阁中文学院 经读故事 细讲汉语又开讲了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好 我们马上进入故事 古时候人们很喜欢斗鸡的游戏 一个叫寄绳子的人专门为国王训练斗鸡 准备参加搏斗 过了十天 国王问寄绳子 鸡已经训练好了吗? 寄绳子回答说 还没有 这只鸡表面看起来气势汹汹的 其实没什么底气 This story is about a very ancient game in China It's called rooster fight And a guy was training a rooster for the king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故事到底讲什么 古时候人们很喜欢斗鸡的游戏 这个斗鸡就是让这些鸡互相的打架 这些攻击 西班牙 in Spain we have 斗牛 Bull fight 那这个是斗鸡 一个叫寄绳子的人专门为国王训练斗鸡 也就是在国的 也就是说在古代 国王也非常喜欢这种游戏 所以有人专门来训练这些鸡 准备参加搏斗 那么训练好以后这些鸡就要去斗 去打架 看看谁能够赢 过了十天国王问寄绳子 鸡已经训练好了吗 寄绳子回答说还没有 这只鸡表面看起来气势熊熊的 其实没有什么底气 我们来看国王和寄绳子的对话 国王问有没有训练好啊 寄绳子说还不行 为什么呢 这只鸡表面看起来 looks like 然后其实就是in fact 它表面上looks like怎么样呢 气势熊熊的 哦 这个词很好啊 这个气势熊熊就指的是 哇 它很厉害 非常的好斗 好像它应该要赢了 其实啊 in fact 它根本就没什么底气 这个底气就说 没有什么的confidence 它还不行 好的 我们继续 又过了十天 国王再次询问 寄绳子说 还不行啊 因为它一看到别的鸡的影子 马上就想战斗 说明还有好斗的心理 又过了十天 国王去问 但是还不行 这样再过了十天 寄绳子终于说了 好 我们看这一段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哇 这个训练这个鸡真的可是很难啊 你看 过了十天 国王再次询问 就是又问 他说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他一看到别的鸡的影子 就是那个shadow 还没有看到鸡本身 只是看到影子 马上就想fight 就想战斗了 他不够的calm 不够的震静 这说明他还有好斗的心理 他太aggressive了 这样一开始就好斗 肯定是不能赢的 所以呢 再过一段时间 嗯 还是不行 那么这样过了又过了十天 你看这都过了多少天了 差不多三十天一个月了 嗯 我们来看看 这个鸡是不是准备好了 差不多了 他虽然偶尔还叫几声 已经有些呆头呆脑不动声色了 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 已经进入完美的境界了 国王于是把这只鸡放进斗鸡场 没想到别的鸡一看到这只斗鸡 还没交手 就掉头逃走 嗯 ok finally and this rooster is ready for the fight and he is in such a perfect you know state because he looks like so dumb so calm and the other roosters chickens will just flee the way when they saw this a dumb rooster 好的 我们看看故事是什么意思 这个寄生子就说了 哦 现在差不多了 他虽然偶尔还叫几声 就是occasionally他还叫 但是已经非常的呆头呆脑 注意哦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形象的 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重点的词 这个呆就是表示很dumb 他的头head和brain都非常的dumb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笨 而且不动声色就是 你看不出他的表情来 看不出他是害怕呀 还是高兴啊 还是惊吓呀 你根本都看不出他的表情来了 就是他非常的calm 这样呢 这个鸡啊 就像一个木头鸡一样 那么这个寄生子认为 这个鸡像木头鸡一样 就是进入了最完美的境界了 最完美的state 好 国王呢 于是就把这只鸡啊 放进了斗鸡场 和别的鸡开始战斗 没想到的是 别的鸡一看到这只斗鸡 还没有交手 这个交手就是 这些鸡还没有跟他打 就掉头逃走了 那么就是赶紧就跑了 也就是说 这些其他的鸡 都被这只木头呆头呆脑的 这只鸡给吓跑了 好的 那么从这个故事呀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成语 就是呆若木鸡 这个词的热度还是很高的 也就说我们经常用这个词 尤其是在口语里 经常会用这个呆若木鸡 好 现在我们看他这个感情表现 哦 是一个哭脸 也就说这个词是一个 negative的词 我们一般用呆若木鸡 来说一个不太好的东西 或者是表情 好吧 我们来具体看看 这个呆是什么意思 这个呆就是非常的傻呀 不聪明呀 发愣啊 不是很灵活那种 我们常说傻呆呆的 好 弱呢就是好像 好像是什么 木鸡这个很简单 就是木头刻出来的鸡 不是真的鸡 一动不动的傻乎乎的 那么从刚才我们听的这个故事里边 指的是这个鸡呀 已经非常的calm 已经非常的镇定 不害怕了 就好像一个木头雕的鸡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呆若木鸡 来形容一个人 我们形容他 比如说他很傻 我们说他呆 有的时候也可以形容呢 这个人是受到了恐惧 还有吓的呆若木鸡 还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他非常的惊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用呆若木鸡 好的 我们现在就看看呆若木鸡 可以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来用呢 比如说 一个小学生啊 他在上课的时候 太困了 睡着了 那么老师呢 就叫他醒来回答问题 他一觉醒来 受了惊吓 而且他刚才睡觉 也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他当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所以他是受了惊吓 而且傻乎乎的 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种样子 我们就可以来用这样的一句话 来描述 小明从梦中被老师叫醒 回答问题 他呆若木鸡的样子 很好笑 真的他那个样子很funny啊 因为他又惊吓了 又不知道傻乎乎的样子 好的 再比如说 我们用呆若木鸡 表示 受到了这个惊吓 受到了 frightened 真的不知道 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可以用这个呆若木鸡 比如说 那时候我一进门 看见母亲倒在地板上 吓得我整个人呆若木鸡 竟然忘了求救 他母亲摔倒在地板上了 那很危险 所以他吓得非常的厉害 就像一个木鸡一样 像个木头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都没有想起来 我应该马上打911 来或者是中国的120 来叫救护车 来赶紧去送他妈妈去医院 所以这是 too frightened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可以用呆若木鸡 形容一个人 真的是很dumb 很傻乎乎的 一点也不聪明 看这个镜子 你怎么教了个呆若木鸡的男友 反应还真迟钝 一个人教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真的很不聪明 很dumb 所以说 你怎么教了这样一个男朋友 反应很slow 很沉钝 好的故事就讲完了 呆若木鸡这个成语 你学会了吗 在留言区试着用这个成语 也造几个句子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 别忘了点赞 转发订阅 填字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的故事 学习超级有用的成语 谢谢 再见